狂啊 辽宁舰起降战机 260次 日本吓坏了 惊悚监控 我们来看待 这是辽宁舰 这个画面来源是 日本的防卫省 这是辽宁舰的一个轨迹 有没有 12 他把路线12345 按照这个路线 顺序都给你标出来 日本防卫省 我们还要谢谢日本防卫省 跟我们台湾好多讯息 都是他告诉我们的 国防部隐蔽部长 谢谢日本防卫省 拜托 以后要大声告诉我们 28号说 中共航母辽宁号 过去十一天 都在冲神东方的 大东群岛东方海域活动 要干嘛呢 模拟攻击日本 南西群岛的演习 大歉 这个大陆要模拟攻击日本 攻击日本 攻击日本 除了收复台湾 还要攻击日本 是这样子 那日方曝光了 航舰的接受补给的一些照片 监控报告从23号到27号 这个 舰载战机直升机起降 四十次 加上之前统计 十七号到二十二号 一百八十次 不得了 总共已经执行了 两百六十架次的起降训练 是要干嘛 真的要攻击日本吗 另外你看到机型 他也都帮你写出来 那么日本派出 金美军F35B验证许可的出云号 天哪 这什么概念 这也是告诉日本人怎样 全民也要备战了吗 你说中国大陆做军事演习 为了要模拟攻击日本的群岛 这一点 其实这个可信度真的不太高 就是说服力也不够强 就是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做演习 要做夺岛演习 就算他面对的是南西群岛 可能也是把南西群岛 当作台湾来做演练吧 就你现在台湾没有解决 他去打日本 这怎么讲 大家恐怕在这个时候 都很难接受 但是从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大陆的军力 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已经有大幅的强力的增长 就是这已经跟当年 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大不相同的 从96年到现在 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 今日的中国大陆的 国防军事力量 跟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鱼了 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的 最近的一个 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发展 美国也逐渐从第一岛链退守了 美国开始在部署 在第二岛链了 它第一岛链所采取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叫大家自求多福了 南韩自求多福 日本赶快买军事装备 赶快买武器 美国老大哥愿意卖它 美国老大哥最近准备 卖它一批战斧飞弹 就是为了要让日本准备 对付朝鲜的威胁 对台湾 他希望我们从这个什么刺猬变成豪租 然后给了我们更多的军事装备 所以现在显然美国打算在第一岛链 就是讲直白了 美国大兵不会在第一岛链作战 美国的军事力量 也不会投射到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如果出事了 我美国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我给你足够的军事装备 甚至台湾 你现在买军购 你的预算不够 我都让你贷款 我让你欠着都没关系 但是我先把你武装起来 那一旦发生了任何事情 对不起 这抛头颅洒热血 就是你们台湾自己的子弟就好了 那么我们美国大兵 可以继续在家里头 跟家人过Christmas的Vacation 所以这是美国现在的布局 美国会做这样的布局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大陆的军事投射的力量 已经大幅的提高了 光是中国大陆的反舰飞弹的 射程范围就1200公里 所以美国能不能过得了 关岛能不能过得了 这个太平洋 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美国的航空母舰 过去的它的作战模式 是靠着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去投射它的军事力量 可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些年来 已经破解了美国传统的作战模式 尤其是它仗的地缘政治的优势 就是美国如果你想要插手 亚洲的事情抱歉 你的船要先经过太平洋 这么广大的一片海洋 你要过得来 你才有能力投射兵力 所以当你过不来的时候 你只能够望洋心探 否则你的船在太平洋上 就是当中国大陆反舰飞弹的靶子了 所以现在的显然看起来 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的 它的航空母舰的能力大幅的提升 过去人家嘲笑辽宁号 哎呀辽宁号这个没有什么战力 美国的海军的这些将领 不断的嘲笑辽宁号 可是你现在看到日本 它居然会惊呆了 还要惊悚了 这个辽宁号可以起降战机 两百六十多次 就显然当时你们美国 就是走夜路吹口哨 你们美国嘲笑辽宁号的时候 显然辽宁号不是像你们看的这么low 不是你们看的这么弱 那么如果连辽宁号都是如此 那你就更不用讲到像福建号 还有接下来它马上在 这个新建的另外的航空母舰 当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远洋兵力投射的能力 就会大幅提高了 它就可以跟美国争霸 而且讲的更实际一点 美国要插手全世界的事 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要分布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可是中国大陆不要啊 中国大陆只要管好 它自己这个前院里头的事情 它只要管好亚洲的事情 所以当中国大陆可以建 四到五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对中国大陆来说 就已经凑凑有余了 美国想要再插手亚洲事务 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 所做的事情就是 它把它的长城轰炸机 部署在日本 部署在澳洲 它最近才公布了一个B-21的 隐形的长城轰炸机 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弥补 它现在的 这个远洋兵力投射能力的不足 它只能够靠这个什么 隐形长城轰炸机去弥补 他们这个兵力投射上的 现在的一个缺陷 好 刚刚这个大陆讲到 这个航母的这个重要性 这个航母这个没有错 这个美国的这个兵力 能不能够投射 能不能够越过这个海洋 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 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据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感谢观看